这是我第四次以中国国家主席身份访问南非 时隔五年再次到访贵国 感到格外亲切 在总统先生领导下 南非国家建设和国际影响力蒸蒸日上 中方对此感到高兴 祝愿南非在发展道路上取得更大进步 十年来 在南非这片神奇的处地上 我亲历了中南关系的蓬勃发展 不仅见证了南非德班理工大学孔子学院成立 体验了南非中国年的精彩分成 还同总统先生一道按下了 北汽南非工厂生产线的启动按钮 中南关系之所以好 中南有意之所以深 关键在于两国两党在各自发展道路上修其与共 接下了同志加兄弟的深厚友谊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传承友好深化合作 加强协作是两国的共同愿望 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 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 推动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不断迈上新台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